两分钟发布会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转眼间又到了iQOO新品发布会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最最期待的就是iQOO的发布会 毕竟iQOO已经这么久没开发布会了 不知道产品进度怎么样了 产品经理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 是胖了还是瘦了 好了 大家整理一下情绪 看产品经理什么的都不重要 儿女情长放到一边 主要我们还是喜欢iQOO品牌的手机 咱们一起来看产品 首先是外观iQOO7正式亮相 这是一款能飙车的手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iQOO7不仅性能强速度快 外观还丧 在设计上融合了赛道的设计理念 iQOO不愧是宝马M Motosport 全球顶级合作伙伴 好快 当然了iQOO7不仅要快还要硬 中框采用了航海铝材质 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和抗衰性能 背部也采用了AG磨砂工艺 带来更好的手感 屏幕方面的iQOO7 iQOO7采用了120赫兹高刷全感屏 还提供了高帧超轻视频专区 让你的刷新率有用武之地 好快 触控爆点率也达到了300赫兹 顺时触控采用率达到了1000赫兹 随时准备对悬而未决的手指 做出反应 无论操作什么游戏 都能更加精准 人车和一般的风驰电车 iQOO7传统的电竞元素 也在本次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物理肩键 内化成屏下双控压杆 两指即可完成四指的操作 连招一触即发 玩游戏可是真不错 让我比别人多两个手指 iQOO7还带来了双路线性马达 震感的更加逼真 纵向双倍快乐 此处弹幕不要有奇怪的留言 还有震感伤害反馈功能 方便大家在游戏当中 通过震动感知敌人的方位 有些同学说自己不会听声变味 这回应该可以了吧 立体声双扬声器同样没有缺席 同时iQOO7还配备了HiFi芯片 获得了Hi-Res认证 毕竟是家族传下来的音乐基因 懂得都懂 中间来了 iQOO7全息标配120瓦超快闪充 标配1.5米闪充充电线 120瓦闪充普及者这个称号也是实质名归 再一次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库克和朋友们 在散热方面iQOO7这次下了大功夫 全面升级4K级动力泵 液冷散热系统 均热板面积达到了目前业界最大的4096平方毫米 它实在是太大了 同样最强组合的骁龙888加增强版的UFS3.1 增强版的LPDDR5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不仅让你用的爽 还要让你用的持久 发布会进行到这里 终于要进入到正片环节了 脚印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期待 我们这里指的是影像系统环节 iQOO7搭载了OIS光学防抖 配合电子防抖 视频拍摄的更加稳定清晰 我负责 它负责 主摄4800万像素 还有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镜头 以及1300万像素的专业人像镜头 同时夜拍等算法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强 iQOO7还预装了Urgent OS系统 整体体验更进一步 最后是价格 iQOO7 8加128版 起售价3798元 扩户包含120瓦充电器 扩户回来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香不香呢 对了 预售购买还赠送碎屏显 眼保耳机 关于iQOO7的详细体验 请到科技美学频道观看其他视频吧 这里是科技美学两分钟发布会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